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 首届是个小金人 第二届变成了举着星球的小金人 第三届则是一块蓝色的水晶方块 从第四届开始金像奖奖杯的造型固定了下来 是一个奔跑的肌肉男 为了表现动态还给他做两个脑袋 于是香港影人便称之为双头怪 一直沿用到了第九届金像奖 但是不少人一直觉得这个奖杯造型太怪异 190年金像奖组织者听从了影人建议向全港征集金像奖奖杯的重新设计 方案最终选择了设计师梁全的作品 而这个作品则临摹自1979年的一位香港小姐的性感写真 但是这个女性却永远无缘金像奖 她就是曾经的港姐 郑文雅 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女孩 纵观她的一生实在让人震撼 但在她光鲜亮丽的背后也隐藏了太多太多东西 也许你不知道她的名字 但是说起香港小姐下面大家是熟悉的 而郑文雅就是1979年的香港小姐的冠军得主 在这一年 她不仅拿到了香港小姐冠军 她还夺得了最上进小姐 从这个事情看来就可想而知 郑文雅是怎样一个爵士美佳人了 要知道那个时候参加香港小姐的相貌美丽和气质优雅的人大有人在 能够在那个时候脱颖而出 拿到两项奖项 说明她的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郑文雅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优雅大方 但是又不会太过古板 反而在她的神情里可以看到她的灵气 当然她身上特有的气质 跟她小时候经历有关 小时候家里面就非常注重培养她 舞蹈和戏剧这些可以培养艺术情操的一样都没有落下 而郑文雅也是非常的争气 在家里她是懂事乖巧的女儿 在学校她是让老师可以放心的学生 不仅是艺术好 她体育也是非常厉害 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曾夺得香港女子跳高的冠军 在她20岁左右的岁月里 在香港女子跳高里 跳高记录连续保持三年 没有人打破她的记录 如果没有之后一时兴起参加香港小姐选美比赛进入娱乐圈 她应该在体育圈有一番作为 好在人生的突然急转 带给她的是另一番广阔天地 1979年19岁的郑文雅参加了一年一度的香港小姐选美大赛 在众多美貌出众的女子中脱颖而出 易拿冠军和最上进小姐两项荣誉 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和她一起同台比美的 还有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红姑 钟楚红 她是得了第四名 不过郑文雅也算是当时香港小姐里的异类 她并没有进入无线工作 而是签约进了亚洲电视的前身 莉的 甚至还曝光了一些TVB高层内幕 我不喜欢当时TVB某些高层 我觉得留下来会对自己有危险 但是在进入丽的电视台之后 郑文雅一直都是饰演着龙套角色 在两年的时间里 连一个有郑金媳妇的角色都没有 直到1985年的《何必有我》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华语电影的语人 自编自导自演的郑则是因为眼活了片中的弱智人士肥猫一战成名 拿下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和评审团特别奖 风光一时无两 郑文雅在片中饰演女主角 一位帮助肥猫的社工Coco 而在《何必有我》里 演郑文雅男友的另一位社工是周润发 《何必有我》有一幕是郑文雅隔着玉幕在洗澡的镜头 而金像奖奖杯的女神造型灵感就是来自于这个片中 郑文雅的沐浴造型 因为学过雕塑 郑文雅也参与了当年奖杯的设计 这款奖杯模型是在郑文雅家中诞生 之后郑文雅接连又拍摄了十几部影视剧 似乎是要把自己造型的金像奖奖杯捧回家 但一切都在1988年假然而止了 正如媒体给郑文雅的评价那样 她魅如月桂 又奔放跳脱 在那个女性还相对保守低调的社会 郑文雅印花公子香港分社中文版杂志邀请 拍摄了一本半裸写真集 成为了拍半裸写真的港姐第一人 2012年更在户外又拍摄了一本全裸写真集 在社会上引发剧烈反响 支持者有反对者更多 面对非议 郑文雅说 我对舆论不会太在意 写真嘛 留下个美好回忆而已 也正是郑文雅这种豪放无所谓态度 为她以后的退圈埋下了隐患 1988年 郑文雅参加了电影《花心萝卜》拍摄 但在后期宣传的时候 片方为了炒作 居然将郑文雅如厕的剧照 印到了电影的宣传海报上 让她的港姐形象受损 也上了她的心 看清了娱乐圈的下线 郑文雅萌生了推出演艺圈的想法 1991年 郑文雅和湘石井一个月的富商 于折辉成了豪少奶奶 于折辉从事贸易生意 身家百亿 是香港有名的贸易商 而郑文雅被传是为了帮助丈夫打理生意 才退出娱乐圈 婚后郑文雅还向丈夫提出 不生孩子不做饭的要求 没想到于折辉细数同意 两人也常常一同出席活动 于折辉甚至从未传出过偷吃绯闻 结婚多年 一直恩爱如家 只不过 看上去已经十分幸福的郑文雅 却也在遭受港媒采访的时候表示 自己的妈妈因病失踪过三次 而她的外婆也是如此 郑文雅更担心 自己也会因为遗传病而发作 导致自己同样患上认知障碍 但她也乐观表示有在积极对抗 她还表示 病发多是由于生活圈子越来越窄 所以郑文雅不仅将热爱 转为动力刻苦打个尔夫 还出摄影集 看艺术展 演舞台剧 偶尔还被拍到素颜逛街 便是这个时候她瞒了所有人 还以为她会做一位相夫教子的妻子 不料婚后她无忧无虑 做起了自己曾经想要做的事情 本身就全能她开始学习高尔夫球 开始她脱开换骨的人生 聪明的她好像学什么东西都很快 对于她来说 学习什么东西都易如反掌 日复一日 秦家锻炼了她 打高尔夫越来越出色 并且参加了皇家香港高尔夫球赛 让自己与强者对赛 可以更快地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 那一年 郑文雅抱着十足的信心 但因为这种原因闹得不愉快 郑文雅受到了自己情绪影响 这一年特别达到一个好的成绩 对于强者而言 一次的失败是为了锻炼自己更好的归来 郑文雅在上一次失败中 找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秦家锻炼 每日的练习池塘都在12个小时左右 苦练许久她再次参加了这个比赛 这一次便是荣耀归来 不明则已一名惊人 在百多人中她一夺冠军宝座 成众人之光 之后她不仅自己喜欢上高尔夫球运动 她还大力支持更多的女子去学习高尔夫球 并且成立了中国香港华人女子高尔夫球总会 最值得为她喝彩之处便是在1994年 郑文雅成为首名入选香港女子高尔夫球队的华人 截至五年更连续被评为中国香港最佳女子高尔夫球员 在2000年 郑文雅还成为首名华人女子高尔夫球教练 为国家培养更多高尔夫人才 在国际上争光 芝蓉基总理曾慕名而来学球技 隐姓张博之也曾经跟她学了一个月的球 从一位稚嫩的香港小姐 从一位演员不为自己争光 到如今为中国争光 成功的脱胎换骨 不仅如此 郑文雅更是成功的女性典范 在十大成功女士中 便可以看到郑文雅的身影 与她一起夺奖的还有何秀兰等人 得这个奖的人 大约都是成就操作的女性 更加证明了郑文雅 不得不说郑文雅真的人生赢家呀 可以做到父亲恩爱 还可以不以生孩子为目的结婚 也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爱好和特长 不以港籍的名套去博出位 而是很有生活智慧的生活 当她退出了娱乐圈后 很多人便放弃了对她的关注 殊不知如今她已为中国争光 变身成功女士 早已不再是原来那个因 思照受重挫的郑文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带来更多 明星背后的故事哦 我会持续为带来更多